在美国芝加哥有位起司算命师 不但摆摊替人占卜 而且还开班授课 他表示起司算命起源于中世纪 可以利用每一块起司不同的纹路 孔洞还有质地特征来预制命运 选到一块好起司就像抽中一只上上千 一般人一口咬下去的人间美味 在这位起司算命师眼里 可是大有学问 四十岁的珍妮佛比拉克 在疫情期间开始研究 盛行于中世纪的起司算命学 在家乡美国芝加哥 不但摆摊替人占卜 还开班授课 用起司算命大原则是选择质地有变化的起司种类 任何孔洞 线条甚至煤斑都能成为判读依据 比拉克鼓励客户自己带起司 因为这能确保人与起司有比较强的连结 也可以由算命师现场提供 让客户从中挑选 相对冷门的起司算命 却也因为起司本身的诱惑力 让比拉克有着一定的客群 窥见未来也满足了口服之欲 张力等便宜